好,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2023年8月15号的晚上七点半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学习 我们今天呢,讲的是我们课本的第12章 关于我们项目的沟通管理和我们的干系人管理 那么其实啊,这是我们的两章的一个内容啊 他呢,把它放在一起再讲,好吗 那么这当然呢,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些内容 我们都是必须要会的 我们需要理解,也需要看课本的原文,好吗 需要看原文啊 好,那么呢,我们先来看到我们课本的12点一节 沟通的基本概念 那么什么是沟通呢 我想这个词呢,不需要我解释啊 我们平时和别人交流 和别人,是不是啊,这个呀,做沟通 这个词呢,应该都在说 好,好理解 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啊,12点一点一节 我们沟通的一个定义 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只讲一个观点啊 就是我们项目经理呢 他应该80%到90%的时间都在和别人做沟通 和我们的甲方沟通和监理方沟通 和我们乙方的团队成员沟通 和我们的领导沟通,好吗 做沟通,好,行了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图啊 这个图呢,和我们的什么图 很相似呢 你们可以回忆一下 好,当然呢 如果你们感觉呀 学了后面的 往了前面的话呢 这一个状态 也是非常的正常的 请放心,好吗 我们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课表啊 我们应该是8月27号左右 把我们的呢 这个呀,第一轮全部讲完 那么我们呢,考试是11月4号 我们就还有呢,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两个月我们就需要干嘛呢 就做我们的题目 我们的题目书呢 题目书呢,我今天呢 已经呢,给我们的呀 这个呢,别人去印刷去了 好吗 我们呢,电子版 在呀,我们呢 这么,应该 电子版应该是8月18号左右吧 会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去的 好吗 那么呢 然后呢,我们呢 还有后面两个月 就是需要反复的做题 然后呢,通过做题呢 再来检查一下 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教材呀 检查自己的一些 哪里有问题呀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疯狂的做一个提升 做提升 懂得没有 这个意思啊 好吗 好,所以刚才我们说呢 学了后面 学了后面的 往前面的 你们也没有必要太焦虑 这个很正常的 好 那么这个图和我们的什么 比较相似呢 有人说 和我们信息的传输模型 是比较相似的 做得非常好啊 好 那么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呀 信息的发送者 这呢 是我们的接收者 就是什么信书啊 信息 就是什么信源啊 信书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的编码 我们的解码 我们的格式 需要做一个转变 好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传播媒介 比如说我们的网络 我们的报纸 是不是啊 我们的广播 等等等等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呀 有一个噪声 在我们的沟通中 会被到干扰 被噪声 另外呢 还有一个什么呀 反馈 我们不可以呢 对流弹琴 一个反馈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在我们的课本呢 在我们课本的403面呢 这个就讲了呀 什么接收者呀 发送者呀 什么信息呀 什么渠道啊 这些信息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有这么一个考点 我们是必须要会的呀 就是我们 沟通渠道的一个数量 我们怎样去计算呢 我们有一个公式 二分之一的N 乘以N减一 那么这个N呢 就是我们呢 需要沟通的一个人数 好 我来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呀 需要沟通的人数 等于5N 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条沟通渠道呢 我们怎么求呢 就是二分之一的N等于5啊 5乘以我们的5减一 等于几呢 就等于二分之一的5乘以4 就等于多少呢 等于啊 我们的十条啊 等于十条 等于十条 好吗 就这么简单 就是二分之一的N 乘以N减一 好 那么我们呢 在这里啊 需要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呢 就是啊 我们本来这个公式很简单 但是我们题目可能出的不是很简单 就比如我们的PVVAC 我们的原理很简单 但是题目不一定很简单 懂了没有 来 请看我来给你们出个题目啊 这是我们很早以前一个高级的考题 好 他说呀 我们这个小马呢 是一个项目经理 然后呢 我们呢 参加购用的人数 有5个人 那么请问 我们呢 现在我们的渠道 有多少条呢 来 你们告诉我呢 小马是一个项目经理 然后呢 还有我们呢 其余 对啊 还有其余啊 其余 其余参加我们购用的人数 有5个人 请问 我们的渠道有多少条呢 多少条呢 这个地方到底N等于几呢 N等于几呢 到底是5还是6呢 对不对 好 注意 你们就一定需要把题目看清楚啊 看N到底等于几 好吗 好 行了呀 好 还有呢 我们曾经啊 考过这么一个题目 这也是我们高级考的呀 当然我们中级也是需要会的 那么他说呀 我们现在呀 我们的沟通渠道呢 是啊 15条 是15条 要你求我们N等于几 那么有人怎么求的呢 他说呀 二分之一的N 乘以N减一 等于15 然后就是N 乘以N减一 等于30 就是N的平方 减去N 等于30 N的平方 减去N 减去30 等于0 然后就用我们的呀 什么用什么呀 十字交叉法 去解N等于几 二元一次方程是不是啊 不得不得 是我们一月纳 我们的一元二次方程 注意 有这么麻烦吗 都是选择题呀 是选择题 A N等于5 B N等于6 C N等于7 D N等于8 你觉得这需要你去解解 我们的一元二次方程吗 需不需要啊 不需要啊 你把ABCD 这四个选项 你算一遍 不就行了吗 懂得没有 做选择题 有做 选择题的一些方法 是不是啊 好 行的呀 总之这个地方 我们二分之一的N 乘以N减一 是必须要会的 然后到时候 我们看题目来 具体的针对题目来说 好吗 行的呀 好 然后呢 在我们课本的呀 403面 这一整页值呢 你们想看 可以看一下 不想看就算了吧 可以不看的 好 然后我们再翻到啊 404面 我们12点 1.2节 我们沟通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考点呢 可以说特别的重要 好 他说呀 我们在进行沟通的过程中 要根据沟通目标 参与者的特点 选择适合的沟通方式 一般沟通过程 所采用的方式 分为以下几类 请大家按照顺序 听好了呀 请按照顺序 把参与讨论 征询 推销说明和叙述 把它记住 好吗 按照顺序 把这四个呀 给我记住 参与讨论 我们的征询 推销说明 以及我们的叙述 好 然后你把这个地方 按照顺序记住之后 我们呢 来问一下你们呢 来问一下你们 你觉得我们哪一个方式 我们的 注意啊 你看这 你现在通过字面意识 通过字面意识 这四个方式 我们呢 从信息的 从信息的发送方来说 你感觉哪一个方式 我们的控制力最强 控场最好 控场能力 从信息的发送方来说 这四个方式 哪一个 我们是可以控制得住的 控制得住的 哪一个呀 从信息的发送方来说 这四个 哪一个的控场能力最强的 肯定是叙述方式啊 对不对 完全是我在说 你们听着就行了 是不是的 好 那么哪一个最弱呢 就是我们的参与讨论最弱 好吗 好 来 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四个方式 哪一个方式 对方的参与程度最高呢 你们自己说 这四个方式 哪一个方式 对方的参与程度最高 肯定是参与讨论呗 参与讨论最高呗 是不是呀 好 OK 来 请看下面的这个文字说明 他说 以上四类沟通方式 从我们发送信息方的观点看 参与讨论方式的控制力最弱 然后逐步的加强 与 系数方式的控制力最强 从发送方的观点来看 其他的参与者的参与程度 恰巧相反 也就是说 参与讨论下 参与程度是最高的 然后逐步的减弱 以叙述方式下参与程度是最弱的 好 这个地方能不能理解呢 会了没有 应该会了吧 是不是啊 好不好 好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呀 讲的呀 好吗 好 这个地方 你们必须要按照顺序把它记下来 好吗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到课本的404面最下面呢 也就是我们的考点3 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的读一下就行了 他说 我们沟通方式的选择 要根据发送信息方的要求决定 沟通方式的选择 我们呢 基本上要基于呀 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个 掌握信息的能力 第二个 我们是不是需要听取 别人的意见和想法 第三个 我们是不是需要控制 我们信息的内容 好吗 我现在呢 这个呀 对这个信息 我很熟悉了 我不需要听取你们的意见 我呢 也需要控场 控场 你们不要呢 打扰我 是不是啊 就这个意思 好吗 好 这三个呢 读一下就行了 好 然后啊 我们再看到呢 这个405面呢 这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你们看难不难呢 看难不难 我的记忆中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考过一次的 好 你看呢 他说 我们这里啊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参与讨论 我们的征询 推销说明 以及我们的叙述 是不是的 好 你看这 掌握信息的能力 是否需要听取答案的意见和想法 是否需要控制信息内容 好 然后我们的典型代表 然后控制强度 参与程度 好 那你看呢 我们曾经考过呢 就是头脑风暴 调查问卷 叙述解释 劝说鼓动 和我们这四个呀 对影关系 好吗 讨论 征询 推销 叙述 你看这 就啊 比如说 我们的讨论 讨论的话呢 就表明我们呢 这个呀 是非常对这个信息 不熟悉的 我们呢 掌握意论能力 是比较差的 比较弱的 我们接着讨论的话呀 就需要 就需要听取别人的想法 那么我们 需不需要控制这个内容呢 这样的讨论 就肯定控制不了 那么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什么代表方式呢 就是头脑风暴 我们及时广义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意思 懂了没有 好 然后 征询 什么对应方式呢 调查问卷 然后推销说明 就是什么呢 叙述解释 然后什么是叙述呢 就是劝说鼓动 好吗 好 你们注意啊 这个表格 在我的记忆中 考过一次 一次 你们最好能够把这四个 和这四个具体的举例 代表代表呢 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不会 也可以算了 好吗 好 现在 然后关于我们下面呢 这段话 我们也可以读一下 他说 在我们发送方 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 有了自己的想法 且不需要进一步听取多方意见 时 我们往往选择控制力极强 参与程度最弱的叙述方式 这个地方好不好理解 应该好理解 是不是啊 我对这门课 我很熟呢 我不需要听取你们的建议 我就直接我来讲 你们听就行了 这个意思啊 选择控制能力极强 你们呢 不要参与 我讲你们听就行了 好 其次啊 是什么呢 就是推销 这推销 好吗 好 而当自己掌握的信息有限 没有完整成型的意见 需要听取更多的意见时 一般选择参与讨论 或者是说是征询方式 好 你看这个地方 你们能不能理解 是不是常识 应该是常识吧 是不是啊 你看这 我现在对这个信息啊 我非常清楚 我不需要听取你们的建议 用什么方式呢 用叙述 好吗 然后呢 我们呢 还或许可以是 稍微要弱一点 这个说明也行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呀 需要听取你们的意见 我们需要你来给我一些想法 用什么呢 用参与讨论 当然呢 用征询呢 也行 也行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所以说呀 刚才我们说过的 按照顺序把这四个记下来 别的都好说了 都好说了 好不好 好 行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课本的十二点一点三节 沟通渠道的一个选择 那么呀 我们这个呢 标题一样 我们沟通渠道选择的一个要素 那么这个要素呢 我们有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405页最下面呢 单口号一 即时性 第一个表达方式 好 那么这个即时性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高度互动 中等互动 低等互动 好 然后我们有什么方式呢 你看这 那么我们有文字 文字有什么好处呢 永久性保存 容易查询 好 还有啊 把书翻过来 节约时间 阅读速度高于语言速度 根据自己的速度进行调整 什么什么 来这样子吧 你们容我偷一个蓝 可以吗 406面 这一整页子 你们都去读一下 这一块呢 是一个常识 一个常识啊 好不好 你们去读一下 好不好 去读一 你们自己啊 去读一下 一个常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到啊 这一个表格呀 这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在我的记忆中 好像也是 考过一次 主要只考过一次 我当然希望你们会 如果你们真的不会 感觉记不住就算了 好吗 来 这个表格我们怎么看呢 你看这 我们呢 有文字 我们有语言 我们有混合 这么三大类 然后上面呢 我们是高等互动 这是我们的中等互动 这是我们的低等互动 好 然后呢 我们每一块呀 有很多举例 很多具体的一些方式 来 你看呢 假设我们是需要 用文字来实现高等互动 我们通过什么呢 比如说短信 即使通讯 好吗 好 通过文字来实现中等互动 我们什么呢 电子邮件 博客 维基百科 那么通过我们的文字 来实现我们的低等互动 什么呀 纸质文档 网站 群方邮件 好 通过语言 来满足我们的高等互动 我们什么呢 打电话 电话会议 好 通过语言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呀 低等互动 我们的语音邮件 博客 用混合的方式来实现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好吗 好 行了呀 OK 那么呢 我们呢 这个表格 来 我举个例子 来 看好了呀 我们下面哪一个方式 我们是语言方面的这个呀 这个呀 我们是语言方面 然后呢 又是低等的 互动性的 请问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 哪一个 是电子邮件 是我们的语音邮件和播客 你们感觉这个表格难不难 这个难不难 我感觉挺难的 真的 反正呢 是不是啊 反正我们 刚才我也说了呀 我们以前 这个地方 有人说还行 是不是啊 那行吧 好 我当然希望 希望你们会呀 反正呢 我是告诉你们实话 这个地方 这么多年来 只考过一次 考呢 就是这样考的 就就就就 这个意思 这样考 好吗 我们呢 从我们的 三个方式 以及我们的 什么高等 中等和低等 这么几块 他把它分为了 这么呀 这么几种类型 几种类型 是不是啊 然后你去判断 确实是考我们的呀 只考选择题 这个地方 只考选择题 好不好呢 好 但是我 不是 是这样子啊 你们在 你们没有吹牛吗 你们没有吹牛吗 现在你们是看着这个表 你们就感觉好做 我们考试是必愿考试啊 你还好做吗 不一定吧 哥们不一定吧 好 行行行 不扯了 好吗 好 OK呀 反正这个表格 你们最好能够会 如果真不会 那就算了呗 好不好 好 然后在我们课本的407面呢 407面呢 我们最下面呢 讲的呀 什么单括号1 纸质文档 单括号2 网页 单括号3 什么电子邮件 好 还有啊 一直到我们的哪里呢 409面呢 409面 16啊 视频会议 你们把这16个呀 把这16个呢 把它还是呢 当做小说 当做常识 去读一下 可以吗 就是说 什么事给别人打电话 有什么特点 什么是网络直播 什么是我们的演讲 什么什么的 好不好 好 新的 OK 嗯 来这样子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13个呀 第13个网络直播 我们来一起看看 那来 第13个 在我们课本的呀 408面 第13个 来 网络直播 他说 他可以用来在网络直播演讲和发布 提供有限的沟通机会 他有什么优势呢 可以大面积的传播会议内容 不受管制 可以管理发布的音视频 以及文字资料的内容 费用始终 对信息的接收方 技术要求较低 好 来 请问 这一个网络直播 和我们现在什么抖音上面 很多人在直播 是不是一个意思 你们告诉我 来 你们感觉 课本的第13个 是的吗 你们感觉是的吗 感觉是的吗 我 我因为不是的 我因为不是的 好吗 有人说 像现在你给我们讲课一样的吗 其实我现在给你们讲课呀 这一个算是什么呢 算是一个电话会议 注意啊 我现在给你们讲课 你们可以当做是电话会议 或者是第16个 或者是第2 第16个 我们的视频会议 视频会议 好吗 我只是没有开摄像头而已 所以 现在我给你们讲直播客 应该是第11个 或者是第16个 第16个 第16个 如果我开了摄像头 就是我们的视频会议了 那么我为什么需要跟你们讲 这个网络直播 它和我们目前的抖音直播 不一样呢 你们到时候看真题 你们就可以发现区别了 好吗 懂了没有 有人说像新闻联播 对 这一个网络直播 它其实就是像我们什么呀 每天晚上啊 7点钟 准时开始放新闻联播 这么一个事情 它没有我们的互动 注意啊 没有互动啊 有互动的 就可以算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第16个 第16个 好吗 注意啊 我们课本里面讲的 网络直播 它只是直播 它没有互动 没有互动 不会说你们问问题 我来解答 也没有说 感谢绑一大哥 送的小 送的呀 抖音一号 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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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互动 好 你们到时候 做一个题目 你们就会 发现了 我为什么需要 给你们讲这个地方 好不好 好 OK 那么你们呢 你们还是自己啊 把这16个名词 当做小说 当做常识 去读一下 就行了 好不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到啊 409面呢 12点1点4节 沟通过程的呀 我们到底有没有效 我们需要两个方面呢 第一个是效果 另外一方面呢 是效率 注意啊 我们既需要有效果 还需要有效率 就比如说 我虽然很快 但是我这个信息是假的 没有用的 不是错误的 行不行呢 不行 我虽然信息很对 但是很迟 很晚 行不行呢 这也不行 是不是啊 两个呀 都需要在乎 好吗 既要有效率 又要有效果 好 这应该很好理解 好 行了 然后我们再看到课本的 这个呀 409面最下面 12点1点5节 沟通的基本技能 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当做小说呀 读一下 比如说 我们需要啊 主龙啊 我们需要主龙啊 倾听 我们需要有效利用多种手段 尽最大可能的帮助自己理解信息的内容 有效利用多种手段 开想团体的沟通技能 不回避问题 尽量了解事实真相 还有来410面书上面 410面书上面 5678 好 这么12345678 你们有兴趣读一下吧 如果不想读就算了 好吗 行的 不管它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410面 关于我们的12点2节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过程了 沟通管理 我们有三个过程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过程 我们应该也非常的好理解 首先要写一个文档 叫做我们的沟通的管理计划 是不是 我们下面是如何来做我们的沟通管理的 好 然后我们有什么输入呢 第一个项目管理计划 我们说过的项目管理计划 和各自计划复为输入 第二个干系人登记册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干系人登记册呢 我们是不是 今天就要讲干系人管理了呀 就是专门用一张纸 来说明我们到底有哪些干系人 好 我们干系人登记册呀 它将我们的干系人呢 分为了这么三块呀 我们的主要沟通对象 关键影响人 还有我们的次要的沟通对象 好 这么三个名词 分别是个什么意思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好吗 好 第一个呀 主要沟通对象 他说项目经理要认真 仔细的分析主要沟通对象 要了解他们的背景 以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特点 他们需要的信息 包括涉及项目的哪些内容 他们什么时候需要这些内容 以及与他们进行沟通时 特别注意的一些方面 它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沟通对象 好 第一个块 关键的影响人 他说项目经理应该认真查明 在沟通过程中 是否有些人 或者组织具有特殊的决定权 他们是否能够直接影响沟通的效果 结果 如果有 要了解他们是谁 他们的权力范围 他们的影响力大小等等 好 第三个呀 次要沟通对象 项目经理还应该了解 某些不是主要干系人 和关键影响人的其他人 或者组织 他们也许不是直接的项目参与者 供应商 实用者 但是他们可能对项目的实施 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好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呀 主要沟通对象 就比如说我们项目团队成员 就是我们的主要的沟通对象 我们每天都需要做沟通的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关键影响人 我比如说甲方的呀 甲方的一个呀 大boss 一个大boss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次要的沟通对象呢 就比如说 我的孩子就是的 好吗 他现在要哭的话呢 我就可能不能安心给你们讲课了 好吗 懂得没有 好 有人说 我们好像我们23年5月份考过 对不对 对 是的 考过的 请把这三个呀 谈谈话 开始去读一下 好吗 好 OK呀 那么来我再问你们呢 主要沟通对象和关键有什么区别呀 嗯 你们感觉呢 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呀 好吗 我主要 第三那次要的呀 次要的很好 次要的很 主要 第三个呀 次要的很 次要的呀 好理解 就是主要和关键有什么区别 你们能不能 能不能把它做一个区别 好吗 什么是主要呢 他可能权力很低 他可能呢 是不是啊 权力很低呀 他呢 但是呢 但是 但是他很重要 很重要 那么什么是关键呢 就是 因为什么呀 他的权力可能比较高 好吗 权力比较高 这个区别 好不好 好 现在 这是关于我们的呀 好 三和四 我们就不看了呀 好 请把我们的输入啊 把输入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项目管理计划 一个是我们的干系人登记车 这个干系人登记车里面 这么三个 多取读一下 好吗 好 然后关于我们的工具和技术啊 工具和技术 第一个 分析 沟通的需求 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呀 就是我们去分析一下 每一位干系人 他们有什么需求 好吗 行了 可以了 好 然后啊 第二个 沟通技术 这个呢 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呀 就是说 你打算通过什么技术 来沟通的 第三个 是我们的模型 模型啊 我们前面讲的呢 那一个呀 就可能说 就是什么 发送者呀 接收者呀 编码接码呀 像这样呀 就可以当作是一个模型 当然这呢 也不重要 好 第四个呀 沟通方法 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必须必须会 好 我们有三种方法呀 好 第一个 交互式沟通 他说 在两方或多方之间 进行多项的信息交换 这是确保全体参与者 对特定话题 达成共识的 最有效的方法 包含会议 电话 即使通讯 视频会议等等 好 什么意思呢 你问我答 我问你答 就比如现在呀 我们听直播课呀 听直播课 你们提问题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说一个回答 这就是我们的交互式 好吗 你和别人打电话 喂 吃饭没有啊 哦 吃了 哦 你呢 哦 我也是呢 对不对 就是有交互 你问我答 我问你答 应该好理解 好吗 交互式 好 然后第二个呀 推试 他说 把信息发送给需要接收这些信息的特定接收方 这种方法可以确保信息的发送 但不能确保信息送达受众 或被目标受众所理解 推示沟通包含信件 备网络 报告 电子邮件 传真 语音邮件 二字 新闻稿 等等 好 什么意思呢 反正我把这个信息啊 发送出去了 好吗 至于你有没有收到 我不知道 至于你 收到之后 你能不能理解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发送出去了 好吗 反正我给你发了个电子邮件 至于你有没有收到 我不知道 反正我发了呀 反正我发了呀 一个呀 公众号 反正我发送成功了 至于你有没有收到 我不知道 至于你呢 这个呀 看了之后 能不能理解 我也不知道 好吗 这个意思啊 推示 推 有用说 类似于啊 推销短信 反正我是群发出去的 是不是啊 好 是的呀 来 请把呀 注意 看举例呀 看举例 好吗 什么 信件 备忘录 报告 电子邮件 传真 语音邮件 日志 新闻稿 好 那么第三个呀 拉市 好 我举个例子 可能很恶俗 很恶心 但是我相信 你们这一辈子 永远不会忘记了呀 好吗 我们每个人 都需要干一个事情 和这个音呢 比较接近了 拉市沟通 我们需要自己啊 蹲着 需要自己 好 需要自己用力的呀 来 他说 用于信息量很大 或者受众很多的情况 要求接收者 自主 自行的 访问信息内容 需要我们自己来用力 好吗 去拉市 去拉市 好吗 好 注意 我们用于信息量很大 或者受众很多的情况 好 这种方法 包含企业内容 电子 在线 课程 经验 教训数据库 知识库 好 那么 有人说 就像我们现在上课一样 哥们 你说错了 我们现在呀 上直播客呀 上直播客 应该是我们的交互式 那么什么是拉市呢 那些 看路的呀 那些 看路播的朋友们 就是我们的拉市 我们把视频呢 放在一个地方呢 你们要学 那么你们就自己去学 自己去看 好吗 比如说呀 好吗 比如说 我把一个呀 文档 发在我们的群文件里面去 那 那么你们要 学的话 就自己去下载 去看 好吗 懂得没有啊 这个意思啊 好吗 好 那么我们呢 是不是啊 来 请把这里啊 交付式 推式 拉市 什么是交付式 有你问我答 我问你答 有实实的交付 什么推式 我把信息发送出去了 这里有没有收到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理解 我也不知道 拉市 我们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 需要你们自己过来 过来取 过来看 好吗 好 请把这三个 然后每一个的举例 特别是举举举举举举举 我们考试很有可能就是考课本的原文 考举举的原文了 注意 连我们的举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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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文件呢 有17个内容 那么肯定是不需要你们来背的 好 但是我现在给你们讲一句话 你们就明白了呀 听我讲 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案例分析啊 一个真题 他说 我们项目经理小马呀 非常的认真负责 他每天晚上呢 要收集项目组的一些信息 然后 把信息啊整理之后 每天晚上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给我们的甲方领导 甲方的项目的负责 主要甲方具体负责项目的人 乙方领导 我们监理方 然后呢我们乙方的团队成员 好 他很负责很认真很辛苦 好 结果呢 甲方领导非常不爽 来 请问甲方领导为什么非常不爽 来你们告诉我 来 主要 这是我们以前一个终极的案例真题 项目经理小马非常认真 非常刻苦啊 他每天晚上收集项目的信息 整理啊 之后 每天晚上发给甲方领导 注意 每天晚上通过呀 每天晚上通过电子邮件 发给甲方领导 发给什么 甲方的项目负责人 甲方的谁谁谁 乙方谁谁谁谁 懂得没有 懂得没有 然后呢 甲方领导啊 非常不爽 别人为什么不爽呢 注意 我是一个呀 注意 我是一个甲方领导啊 本来甲方就很牛了 我还是领导 我是厅长 我是局长 好吗 我是村长 你还每天给我发电子邮件 烦死我呢 好吗 还每天发 一些鸡毛算命事情也发 你应该怎 你应该怎么样 给我汇报项目进度啊 你应该是 每隔一个星期 或者是每隔半个月 提着 1916 茅台 来我办公室 好吗 给我地上一支烟 来给我当面汇报 好吗 懂得没有 懂得没有 你搞得我不 别因为我村长不是领导了 是不是 懂得没有 好 通过这个举例 你们应该明白了呀 应该明白了 是不是 注意 不同的干系人 不同的对象 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啊 好吗 对甲方领导就必须要什么呀 当面汇报 还要指质文档 还要带着香烟过去 是不是 对于我们的呀 以方的团队成员 就可以每天发电子 电子有限了呀 是不是的 好呢 行 不扯远了 来我们来看了 我们呢 沟通管理计划 有很多很多内容 我们是不可能学的 我们需要学哪几个呢 第一个 干系人的沟通需求 第六个 我们呢 什么负责接收的个人或组织 然后啊 传递的技术和方法 然后啊 我们的频率 频率 好 什么意思呢 有谁需要什么信息 他什么时候需要 我们应该怎么样给他们 注意啊 有谁需要什么信息 他什么时候需要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给他们 注意 每一类人 他们需要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甲方领导 只需要关注 一个月的信息 因为我们的乙方的成员 就必须要 每天的信息都需要知道 是不是呀 注意啊 有谁需要什么信息 什么时候需要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给他们拿 我们要对人说鬼话 对鬼说鬼话 好 行了 应该讲 应该懂了 是不是啊 好 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呀 第一个过程 就这么简单 好吗 写一个计划 这个输入 这个呢 特别把我们的这里看一下 然后工具 把这里看一下 这么三个 然后输出 就是有谁需要什么信息 什么时候需要 以及我们怎么样给他们 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啊 课本的十六点三节 我们的管理沟通 我们把课本读一下 就行了 他说 沟通管理计划 这点以后 在项目的执行阶段中 没有特殊情况下 应该严格的按照计划执行 包括生成 收集 发布 存储 检索 处置 项目的信息等内容 进行沟通管理 进行沟通过程管理的最终目标 就是保障干洗人之间的有效沟通 有效的沟通 包含效率和效果两个方面 好 请注意啊 我们这句话呀 我们沟通管理 是为干洗人管理服务的呀 请注意 沟通管理 是为干洗人管理服务的 好吗 进行沟通管理的最终目标 是为了我们干洗人之间的 有效沟通的呀 好吗 好 那么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没有什么幺蛾子的话 我们就是按照计划来 是不是啊 就是生成信息 收集 发布 存储 检索 信息 懂得没有 这个意思 按照计划一步一步来操作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有什么输入呢 第一个沟通管理计划 应该好理解 第一个个呀 我们的工作绩效报告 我们需要和别人沟通 你肯定需要一些项目的状态呀 你你呀 如果不懂项目的状态 别人问你 一问三不知 一问三不知 是不是呢 好 我们需要啊 知道项目的工作绩效报告 好 请把呀 这个呀 这么报告 特别的关注一下 好吗 好 然后我们的工具 什么技术 方法 模型 什么系统 好 然后第五个呀 绩效报告 来 看好呢 绩效报告 绩效报告 咦 为什么 这个绩效报告 它又是输入 又是工具呢 好 我告诉你呀 前面 它是一个名词啊 一个名词 而我们这里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动词啊 是动词 好吗 好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里啊 就是说 需要收集 整理 绩效数据 绩效信息 形成绩效报告 这个文档 懂了没有 你看这 项目经理 在项目进行中 按照计划要求 定期或不定期的 要啊 进行了一下工作 收集和发布信息 分析现状 进展 以及预测结果的 汇报 计划的工作 好吗 我们呢 需要啊 收集 整理一些信息 变为我们的 绩效报告 然后去 给我们的 一些干系人去 好 好 那么呢 关于我们这里啊 这个工具 把这个呢 绩效报告 关注一下 就行了 然后输出 输出呢 没有什么好看的呀 就是在做 我们的沟通 好吗 这就是项目的沟通 在做沟通 好不好 行了 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再看到 课本的12.4节 我们的控制沟通 我们也应该呀 好理解 就是说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 做好一个监控 是不是啊 你看这 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 需要对沟通过程 进行适当的 监督和控制 确保 确保沟通过程的目的 能够实现 在进行沟通过程的过程中 有可能需要重新调整 更新 或者重新制定 沟通管理计划 也有可能需要重新调整 更新 沟通过程的管理过程 好 应该呀 好理解呀 然后我们的输入 我们有沟通管理计划 我们有项目的沟通 然后呢 我们有问题一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有问题 所以需要做解决 注意啊 有问题啊 然后我们总结过的 绩效数据 是不是啊 关于我们项目的一些呀 当前的一些呢 这个呀 绩效的一些数据 一些数据 好 行了 我感觉这个输入 这个输入啊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 你们把问题一个字 这几个特别的关注一下 好吗 就是我们项目中 有啊 哪些问题 这个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后关于我们的工具和技术 我们这里呀 有一个会议呀 他这里对我们的会议呢 写的比较呢 比较详细啊 好 我们也来稍微的讲一讲 这个地方其实一般的 没有考啊 好 来 我们有利会 我们有利会呀 什么是利会呢 这个利呀 这个词 你们很多人懂的 应该懂的 是不是啊 就比如说我们男生啊 每个月 只有那么几天呢 心情不是很好 是不是啊 好 什么是利会呢 我们每周开一个会 或者是每半个月开一个会 或者是每几天开一个会 就是我们的利会 好 假设我们是每周开一个会的话 我们这个利会 我们有什么样的会议内容呢 就是上周工作总结 下周工作安排 好吗 好 请听好了呀 我们曾经考过一个案例分析 他说呀 我们以前呢 是每天开利会啊 是每天开利会 现在呢 我们改为啊 每周 开一个利会 请问 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你们告诉我 有没有问题 以前是每天开个利会 现在是每周 开一个利会 请问有没有问题 注意 案例分析 挺好的 案例分析啊 我给你们讲过的 案例分析的 做题的 核心就是 不要脸 就是你只要感觉有道理的 你都写上去就对了 挺好了 刚才说没问题的人 表明你们案例 找错这一块 还不行了 还不行 懂得没有 懂得没有啊 我都说呢 是我们案例分析考过的 把每天利会 改为每周利会 现在问你们问题 肯定有问题啊 懂得没有呢 我们以前啊 每天开一个会呢 我们当天有什么错误 当天可以发现 你啊 现在呢 每周开一个会 可能有问题呢 需要过一个星期 才能够被发现 我们的力度啊 力度 我们的力度啊 我们的力度啊 力度太粗了呀 注意 太粗了 也不是一个呀 好事情了呀 太粗 也不是一个好事情 好吗 监控不力 懂得没有 这个意思啊 好 当然 有人会说呀 马老师 这不挺好的吗 每天开会啊 烦死了 现在每周开一个会 不挺好的吗 对不对 对 我知道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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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我都说呢 你们说 有每周开一个 我都讲了呀 所以刚才我说 你们还没有 刚才 注意啊 你还在和我 和我抬杠 是不是 还在和我说 是不是 那更加证明你呢 案例 找错 还没有入门 懂得没有 我说过呢 案例找错 把握一个原理 什么原理呢 只要你感觉有问题 你就多写 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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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没有 你懂意思没有 本来 确实是的 我们每天开一个会 很烦的 我们每周开 挺好的 节约时间挺好的 但是我非要说 有问题 每天开会 不挺好的吗 不 我们哪 每天开会 问题当天可以发现 现在那每周开一个会 问题需要过一天 过一周啊 才发现 这不行啦 这不行啦 是不是啊 案例找错 就是抬杠运动员 去抬杠 去啊 挑别人的骨头 去挑别人的刺 懂得没有 只要你感觉 这个地方有道理 就都去写 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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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行了 OK 来 这是关于我们的 立会 那么什么是 我们的 集中会议呢 我们最开始啊 需要做一个启动 有内部启动 有外部启动 碰一个头 我们呢 碰一个头啊 然后呢 宣布 启动 好 然后我们的总结会议 总结 我们最后啊 相互做完了 我们需要做总结 好 这个总结会呢 在我们以前呢 是多次考案例末写题的 但是很久很久 很久没有考呢 说实话 我不建议你们学了 好吗 你们可以读一遍 了解一下就行 他说 我们需要了解 项目全过程的工作情况 以及相关的团队 或成员的绩效情况 了解出现的问题 并提出改进措施 了解我们有什么经验教训 然后呢 总结一些文档 行了 好 可以了呀 没有必要背了呀 好 行了 OK 然后关于我们的输出 工作绩效性 吸压 编更请求啊 更新啊 这就是我们的总结 没有什么好学的 对不对 好 可以了 关于我们的控制过程 关于控制过程 把我们的问题 一个字 特别的关注一下 别的都可以不去这么学了 好吗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呀 沟通管理 我们就算讲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到 我们的12.5节 我们的干系人管理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干系人 这个词呢 我们以前是讲过的 对不对 凡是影响我们项目 或者是被我们项目说 影响的人或组织 都是我们的项目的干系人 好 然后我们把书啊 翻到我们课本的420面 课本的420面 最下面呢 就是我们标题 标题12.5.1的上面呢 这这么五行啊 上面五行 好 关于我们沟通管理 和我们干系人管理 我们的区别和联系 读一下就行了 他说 沟通管理强调 对项目信息的收集 计划收集 存储 组织 发布 以及监控沟通 以保证它的高效性 注意啊 沟通 我们就是需要什么呀 收集信息 发布信息 是不是啊 好 那么什么是干系人管理呢 他说 我们呢 强调的不仅是管理干系人的期望 更要保证他们能够 自动的参与我们项目 好 OK啊 行了 好 让我们的干系人参与起来 要尽量的去均衡 去满足他们的期望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课本的12点5点1节 项目干系人管理所设计的过程 好 我来读你们的话呀 来 在我们课本的420名呢 最下面 好 他说呀 项目干系人管理 并不是领导项目的干系人 这句话 我们是考过的 好吗 而是对我们项目干系人的需要 希望和期望的识别 并通过沟通上的管理来满足其需要 与干系人一起解决问题的都个过程 注意啊 干系人管理不是说去领导干系人 好吗 而是去什么呀 我们需要识别干系人 我们需要去尽量的满足他们的一些需要 好吗 这不是领导啊 好 他说呀 项目干系人管理 努力争取更多干系人的支持 努力降低干系人中的反对者的阻力 持续不断的推动项目向目标前进 从而能够确保项目觉得成功 好 我们讲过了呀 我们各干系人 他们的呀 对我们项目的影响是并不一样的 并不一样的 他们什么呀 甚至是各怀鬼胎 懂了没有 那么呢 如果你是支持我们的 我们当然需要争取 需要提高 如果你是反对我们的 我们当然需要降低 是不是啊 这样好理解 是不是啊 能够顺利的 我们的项目完成了 好 那么干系人管理 我们由谁做呢 由我们的项目经理来负责做呀 这呢 也很好理解 好 行了 然后我们干系人管理 他到底有哪几步呢 好 我来再问一下你们了 我们说47个过程 要属于5个过程组 是不是啊 请问有两个启动 一个是项目章程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快点强大 注意我们前面说过的呀 47个过程 属于5个过程组 有两个是启动 一个是项目章程 另外一个是什么呀 就是识别干系人啊 识别干系人 好吗 好 那么 注意识别干系人 它是属于启动的呀 是属于启动的呀 属于启动的 那么识别干系人 它到底需要干什么呢 我们一读啊 就明白了 你看这 他说呀 我们首先项目存在 中多的项目干系人 项目干系人 从项目中获利或受损 对项目的开展 会有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我们要分类找出 所有的项目干系人 分析他们对项目的影响 或者项目对他们的影响 还需要知道影响有多大 好 请注意啊 识别干系人 就是说把干系人识别出来 把他们记录下来 懂得没有 第一个 编写干系人管理计划 这应该很好理解 是不是 好 他说呀 识别干系人以后 项目经理 还 这个是要吧 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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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依据 项目干系人 这样的呀 相符的什么影响大小啊 什么需要啊 什么思路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要编写一个干系人的管理计划 是不是 好理解 好吗 好 第三个 按照计划来执行 是不是啊 他说 在我们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还要与项目的干系人维持不断的沟通 解决他们的问题 要管理干系人 还有什么呀 最后啊 做监控 他说 我们要依据这个计划呀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管理干系人时 还要定期的进行监控 观察我们的偏差 管理我们的冲突 好 行了 我们呢 口语话解释一遍 第一个 需要识别处呢 有哪些干系人 把它记录下来 第一个 要写一个干系人的管理计划 第三个 按照计划来执行 第四个 做好一个监控 有问题 有偏差 做解决 做纠偏 是不是啊 好 行了 好 然后 然后啊 在我们的这个421面 这个最下面呢 我们这个项目中呢 我们一般来说呀 有哪些干系人呢 这也是我们23年5月份 考过的 好吗 好 那么我们第一个呀 来这样子吧 我今天呢 还是忍不住 必须要再可你们了 讲一句话 好吗 哪一句话呢 就是说呀 是这样子的 来 来 是这样子 听好了呀 如果你的时间 还呀 算比较多 听好了呀 如果呀 你的时间还算比较多 我希望你能够把整本书 都通读一遍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听好了呀 如果你的时间还算比较多 我希望你把整本书 全部的通读一遍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呀 注意 注意啊 注意 我也是说实话呀 注意 我说实话的呀 我我我我我说实话的 我们每次讲课 总有几分了 讲不到 讲不到 当然这不怪我呀 不怪我 怪什么呢 是每一次出题 他都会考一些 新的考点 这里一句 那里一句 好 那么呢 我们这次是机考啊 这机考之后呢 这个出题的范围啊 我们就是可能是 三套题 这套题 五套题 就可能会呢 这个考点啊 更加多一些 更加多一些 好吗 应该多一些 就可能会呢 考一些呀 这里一句话 那里一句话 就是说可能考的 那个内容呢 它都是在我们以前呢 没有考过的内容 好 但是听好了 听好了 这个分子 并不会很多 不会很多 不会很多 所以刚才我说呢 如果你们是时间 比较多的人 你们可以把这个 整本书啊 通作小说的 去通读一遍 好吗 当然 如果你说 我的时间很紧张 我们呢 想需要 我也不想考高分了 我也不想考高分 是不是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把我们讲的内容 会看就行了 好不好 我这个意思 应该说呀 清楚呢 是不是呀 我问一下你们 我的意思 有没有说清楚 就是说 如果你的时间很多 那么你就可以把整本书呢 很多小说呀 小说呀 读一遍 是不是啊 读一遍 是不是呢 为什么 因为怕他考一些 非核心考点 是不是的 好 如果你感觉你时间很紧张 你也没有必要考高分 你就没有必要通读全播 你就把我们讲的会就行 好 这个意思啊 可以了 好 我们继续来 好 来 关于我们这里啊 我们呢 在呀 23年5月份 我们又是考过的呀 好 他上一次考什么呢 何时啊 他说呀 是吧 来 他说呀 下面那ABCD 哪一个是 关注如何使自己的投资 有最丰厚和深远的回报 好 我平良心说 我们之前在给我们那 23年5月份 考试的朋友讲的时候 我没有啊 讲到这句话呀 这句话没有讲到 但是我相信呢 什么客户啊 用户啊 高层领导啊 项目团队啊 这么几个呀 选项 你应该能够想到 什么投资啊 什么回报啊 应该是客户吧 通过常识会不会啊 好不好 来 这样子吧 这样子 我们呢 这么呢 一个三四五六 都可以啊 去当作小说 读一遍就行 不会很重要 他说呀 客户 一般来说 客户关注的始终是如何使自己的投资有最丰厚和深远的回报 同时又将风险控制到最低 客户关心的不仅仅是项目能否完成 还关还包含整个项目的进度费用以及我们的质量等等好用户啊我们产品的最终使用者就是我们的用户我们呢关心什么呢这个产品好不好用能不能大幅度降低我们的耳用强度能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好那么我们的呀第三个呀第三个我们的领导啊这个领导呢它是我们的以防感注意讲的是我们的以防领导啊 注意是我们的以防领导啊他说通常关注项目是否按照计划进行是否符合项目的目标项目团队的绩效是否能够保持好 还有啊项目经理一定要清楚在不同的环不同的项目中自己的项目在高层领导中的优先级和地位项目经理还要保持和高层的沟通 你或者资源你或者资源的支持好那么第四个呀是我们的团队成员啊他说我们项目成功与否举于项目的经理的管理 但是项目经理必须清楚项目成功的依靠的是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啊因此呢需要和我们的呀团队成员呢多沟通 好然后社会人员没有什么好看的然后还有一些呀别的呀一些别的一些什么隐含的一些东西好吗好心呢也可以不看了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到课本的呀12点5点2节我们的识别项目的干洗恩好那么我们需要在什么时候识别呢 在我们项目的立项的时候识别请问我讲错了没有注意我们需要在什么时候识别项目的干洗恩呢我们需要是在立项的时候识别注意不对呀好来我再来问一下你们我们也是讲过的随着项目的进展项目干洗恩对项目的影响是越来越越来越什么呀我们讲过的随着项目的进展项目干洗恩对项目的影响是越来越越越越越什么呀我们讲过的随着项目的进展 是越来越小是不是因此呢我们需要尽早的识别我们到底有多早呢是不是需要立项的时候呢注意不是立项ר什么时候啊在我们项目的 行动到的时候要识别啊注意啊 是啊啉动而不是立项好吗好现在然后呢我们在看到啊 423页这个图的下面 就是我们的考点二 他说在我们项目的初期 在认定项目计划之前 就要识别项目的干洗人 并分析他们的利益层次 各种期望 重要性和影响力 所以我们对项目成功非常重要 然后呢在我们后面呢 还要定期的做审查和更新 好可以了 然后看到我们的输入 我们第一个项目章程 为什么项目章程是我们的输入呢 因为我们项目章程里面 他呀有一些呀 项目的干洗人的一些信息的呀 所以项目章程里面会说一些 有哪些人哪些人哪些人 是不是啊 像这就是我们的干洗人 是不是的 好 第一个 采购文件 为什么采购文件是我们的输入 这个地方啊 你们很有可能想不到 比如说 我们现在找别人买一个东西 你说供应商是不是我们的干洗人 你告诉我 你说我是不是的 注意啊 我和我找啊 供应商买一个东西 是不是啊 是的 是不是啊 对呀 对的呀 他供货不及时 对我们项目肯定有影响啊 所以说呀 采购文件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输入 好 他说的 这个课本的解释啊 这里可以读一下 好吗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输入 你们重点就学项目章程 和我们的采购文件 这么两个就可以了 好吗 项目章程 采购文件 特别是我们的采购文件 你们很有可能想不到 你既然想不到 就特别的去读一下 好吗 好 做选择题啊 好吗 采购文件啊 然后关于我们的工具和技术 没有什么好学的 好吗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 这个呀 课本的415面呢 最上面的单括号3 甘息人的分析 这一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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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 好吗 应该是B口的内容 好吗 好 来 他说呀 甘息人分析 就是系统的收集 和分析各种定性与定量信息 一边确定美类甘息人 在整个项目中 有哪些利益 有哪些要求 有哪些影响 受到哪些影响 通过甘息人分析 还要了解甘息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利用这些关系 来建立联盟和合作伙伴 从而提高项目成功的呀 很难 从而提高项目成功的 很难 可能性 好 然后甘息人分析 贯穿项目的始终 在项目或阶段的不同时期 应该对甘息人之间的关系 增加不同的影响 好 像这读一遍就行了 然后他说 甘息人分析 通常应该遵循以下步骤 我们有三步 第一步 识别全部潜在甘息人 及其相关的信息 如他们的角色 部门 利益 支持水平 期望 影响力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需要把甘息人都识别出来 以及他们的什么角色呀 他们的什么部门呢 他们有什么影响力呀 什么什么的 好吗 第一步识别呀 好 第一步 识别 每个甘息人可能产生的影响 或提供的支持 并把它们分类 把它们分类 把它们分类 好 注意这是分类呀 这是分类 编语 写管理方案 管理策划 好 然后你们把书 你们把书翻到426页 你们把书翻到426页最下面 最下面 好 他说 三 评估关键甘息人对不同情况可能做出的反应或应对 一边策划如何对他们施加影响 健康他们的支持和减轻他们的潜在的负面影响 好吗 好 注意这是我们的三步啊 第一步 我们把它识别出来 有哪些甘息人 第一个 我们要能够做一个分类 做分类 第三个 我们要评估他们的一些反应 然后呢 要做一个策划呀 你说要做一个呢 方案呢 做个策划 做个方案 好吗 这么三步 这三步呢 当然呢 其实也考了并不多 并不多 但是最好还是可以读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哪里呢 看到课本的425页呀 在我们的呀 中间呢 中间有圆圈1234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234 我们的权力影响方格 好 他说呀 根据甘息人的职权呢 职权就是权力呀 权力大小 以及主动参与 影响项目的程度 进行的一个分组 好吗 这个定义 读一下 根据权力 根据影响 做的一个分组 好 然后影响作用方格 他说 根据甘息人 主动参与 影响项目的程度 以及改变计划 或执行的能力 就是我们的作用啊 作用进行的一个分组 好 就是影响作用 好 然后第三个呀 凸显模型 竟然是凸出来的 就表明是一个三维的呀 是我们的三维的呀 三维的呀 三维 你看着 根据我们的权力 根据我们的紧急程度 以及我们的呀 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呀 来 根据甘息人的权力 就是施加自己意愿的能力 还有识别甘息人的紧急程度 就是说需要立即关注和合法性 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力参与 对我们的甘息人进行分类 好 来 权力影响方格 影响作用方格 以及我们的凸显模型 把这三个中文的名字 以及我们的定义去读一下 能顶多顶多顶多考选择题 好吗 而且考的概率还并不大 考的话就是课本的原文 好吗 这个定义而已 好 然后看第一个权力利益方格 根据甘息人的权力 以及对项目结果的关注程度 进行的一个分组啊 注意 是他们对我们的关注程度啊 是利益啊 这个利益什么意思啊 他们对我们的关注程度啊 好吗 好 那么关于权力利益方格 你们必须要到什么程度呢 化成灰都必须要认识啊 那是花呀 化成灰 是灰啊 对 化成灰啊 化成灰 都需要把它认识 好吗 注意 权力利益方格 化成灰 都需要认识的呀 好吗 好 OK 来 这个图 我们必须要自己会画的呀 这个图必须要自己会画 来 你看 横轴 是我们的利益啊 利益 就是对我们的关注程度 然后 纵轴啊 是我们的权力 是权力 好吗 好 然后呢 来 你看这里是 这里啊 这里 这里 这里啊 它呢 分为了四块呀 四块 好吗 来 看到我们这里啊 这里我们应该是权力大 利益大 是不是的 来 这一块是不是权力大 利益大 你们告诉我 都很大是不是啊 权力大 利益大 对不对 我们怎么管理呢 重点管理啊 重点管理 重点管理 好 那么这里呢 就是权力大 利益小 什么呢 令其满意 好 那么这块什么呢 权力小 利益小 我们是监督 我们是花 最少的精力 那么这块什么呀 权力小 利益大 我们需要什么呀 随时告知 好 来 这个图 你们必须要自己能够画出来 画成灰 都需要认识 然后 我来更加具体的 给你们讲四个例子 好吗 来 听好了呀 听好了 给你们讲 现在 我作为一个乙方 作为一个乙方 再给我们公安厅 公安厅 做我们的公安信息化的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 好吗 好 那么我们这个公安厅里面 分管信息化的副厅长 我们应该怎样管理 来 你们告诉我 注意 我们再给公安厅做一个信息化的项目 那么分管信息化的副厅长 我们应该怎么管理 他既然是我们的副厅长 既然是副厅长 就表明权力很大 那么他对我们到底关注不关注呢 他对我们呢 关注不关注呢 利益大不大呢 注意他是分管信息化的呀 当然大呀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就需要重点管理呀 他们就是我们的亲爹 我们的亲爷 要重点管理 好吗 好 OK 那么现在 我们呢 有另外一个呀 厅长啊 我们是分管治安的一个呀 副厅长 注意 分管治安的副厅长 我们应该怎么样管理呢 分管治安的副厅长 注意 他也是啊 副厅长 他的权力也很大 但是 他是分管治安的 分管治安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注意 他对我们的关注度 利益大不大呢 就啊 不大呀 不大 什么呀 就是令其满意 就行了 好吗 好 然后啊 我们呢 我们呢 我们是常住啊 常住甲方现场啊 我们可以呢 看到很多呢 这个 这个朋友啊 这个朋友 好吗 就是说呢 一些啊 一些民警啊 一些民警 好吗 比如说治安的民警啊 什么行政的民警啊 一些民警啊 一些民警 好吗 注意 治安的民警 行政的民警 好吗 反正不是我们 信息 不是我们信息化的民警啊 好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注意 我们常住甲方现场 我们在我们的呀 食堂 碰到了一个 治安的一个小民警 一个民警 请问我们应该怎么管理 哎 哥们 哦 来吃饭的是不是啊 哎 好 走 我们去吃饭去吧 就行了 好吗 哦 今天今天天气好好啊 对不对 哎 对是的 今天天气不错 就行了 好吗 打个招呼就行了 就是花最少的精力 就是我们的监督 好吗 好 那么呀 现在 假设呢 我们是一个呀 刚好呢 是我们呢 科技信息处的呀 是我们科技信息处的 一个呢 民警 我们一个民警啊 注意 是科技信息处的一个民警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注意 所以 他的权利呢 比较低 一个民警 民警 科员 主任 科员 这个呢 是不是啊 这个呢 权利比较小 但是 他呢 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 很关注的呀 怎么办呢 就比如我呀 我就天天去他们的办公室 给他们 和他们边抽烟 边聊一下 聊聊天 好吗 什么呀 随时告知 随时告知 懂了没有 好 好 OK啊 来 好 我来告诉一下你们 这个地方啊 会考到三种啊 这个地方有三种考法 好吗 第一种 就是 画这个图啊 把这个图画出来 好吗 然后呢 告诉你啊 我们哪一块 哪一块 哪一块 需要怎么方案 这一块呢 很简单 好 另外一种考法呀 什么考法呢 现在我们来告诉你啊 现在有一个干系人 他们是权力大 利益小 来 我们应该怎么样管理 这呢 也很简单 对公安业务很了解 是不是啊 开玩笑 好 OK啊 注意啊 注意啊 我们呢 现在呀 现在呀 我们告诉你啊 这人们 某一个干系人 他的权力大 利益小 这个题目也很简单 是不是的 好 第三种考法呀 怎么考呢 怎么考呢 现在我是一个手机厂商 对于我们的潜在粉丝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案 来 怎么做 这是一个历年考题啊 历年考题 很难很难的呀 现在我是一个手机厂商 对于我们的潜在的粉丝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案 什么方案 注意 第三种考法 你们无法备考啊 注意 第三种考法 你们是无法备考的 你们只有能够把这个图画出来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 去看我们他的举例 来当场判断 他到底是哪一块 是不是呢 好不好 我们是手机厂商 对于我们的潜在用户粉丝 我们应该什么呀 就应该是我们的随时告知 懂了没有 他们的权力是很小的 但是利益大 关注我们这个项目 是不是 我们什么呀 要随时告知啊 好 行呢 这个地方你们必须 必须 必须会啊 你们到时候呢 可以多做题目 来训练一下 锻炼一下 好吗 好 我们继续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课本的427面 关于我们的输出 我们识别干系人的这个输出啊 我们的干系人登记册 好 我们在前面看了很多次干系人登记册 终于在这里呢 有最详细的干系人登记册了呀 好 他说识别出项目的所有干系人以后 要把结果整理 进入在干系人登记册中 那么我们干系人登记册 它有哪些信息呢 比如说我们干系人的基本信息 什么职位 姓名 地点 项目角色 联系方式 还有用于评估的信息 比如说 他们的主要需求啊 主要期望啊 对我们项目的影响啊 什么什么的 还有干系人的分类 比如说 它是不是我们的关键的 还是非关键的 它是内部的 还是外部的 是支持的 还是中立的 还是反对的 好 还有啊 因为一次识别 不能穷俊全部的干系人 而且呢 我们项目在变化 所以说我们需要定期的来更新我们的干系人登记册 需要反复的做识别 反复的更新 好不好 行了呀 关于这个输出很简单 就是干系人登记册 然后干系人登记册 有什么内容 然后呢 我们呢 还需要反复的去更新 好 你们可以 来这样子吧 你们可以看 看到课本的呀 428面 课本428面 有一个 一个举例 看到没有啊 这个举例呢 你们可以看一眼 看了之后呢 便于你们呢 更加明白这个词 就行了 好吗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啊 课本的429页 关于我们的12点5点3节 我们要编写干系人管理计划 这应该很好理解 是不是啊 我们需要写一个计划 好 行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计划呢 也是需要反复的更新 反复的更新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有什么输入呢 有什么输入啊 什么项目管理计划呀 干系人登记车呀 好 行了呀 把这个干系登记车 一看就行 然后我们的工具和技术啊 工具和技术这一块呢 没有什么好看的呀 不对不对 不对不对 好 来 来 关于啊 关于我们的干 关于工具和技术啊 会议判断 这一个地方都没有必要看 没有必要看 好 然后看到哪里呢 看到课本的431页 看到课本的呀 431页 就是我们这个呀 看PPT啊 PPT 我们的分析技术 这个地方 这个考点也是 必须必须必须会的 好 他说呀 我们干系人呢 可以分为五类呀 第一个 不了解 一问三不知啊 比如说我们黄刚的一个 一个一个呀 主任 一个书记 一问三不知 央视区采访他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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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解 一问三不知是不是 好 OK呀 第二个 抵制 我是反对你的 我是抵制你的 对不对 好 第三个呀 中立 我保持中立 好吗 第四个 我支持你 加油 加油 我支持你 好 第五个 领导 注意领导和 知识有什么区别呀 支持呢 就是什么呀 我给你一个帮助 一个加油 或者是呢 给一些钱财 支持 那么什么是领导呢 我是领导者 注意啊 领导比支持 要更加的强一些 是不是啊 领导者呀 好 OK 来 这五个名词 你们应该很好理解 对不对 而且也必须要记住 好吗 不了解 抵制 中立 支持 领导 好 然后看下面这个图啊 这叫什么呢 叫做 干系人参与评估矩阵 好吗 注意 这个图啊 叫做 干系人参与评估矩阵 好 这个C啊 这个C 这个C 什么意思呢 表示 干系人当前的参与程度 好 这个D 什么意思呢 我们呢 是需要的 期望的 干系人参与程度 好吗 我希望你怎么样 我需要你怎么样 好吗 好 懂得没有 好 然后来看这个表啊 我们的干系人一 他当前是什么呀 是一问三不知 但是 我们希望你 支持我们项目 好 干系人参与呢 他呀 目前呢 他呀 目前呢 目前是什么呀 也是中立啊 是中立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你 支持我们 好 干系人参与评估矩阵 目前是支持 我们也是希望你 支持我们 好 这个地方会了没有 会了没有 应该会了 是不是啊 好 现在呀 把不了解 抵制中立 支持领导 五个词必须会 然后这个图叫做 干系人参与评估矩阵 然后C 表示当前的参与程度 D表示希望的参与程度 好吗 好 可以了呀 新了呀 好 新了 好 然后关于我们的输出啊 输出呢 我们也应该呀 很好理解 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干系人 管理计划 写个计划 是不是啊 关于干系人管理计划呢 它有什么内容啊 这个内容呢 我们以读为主啊 读一下 其实考的很少很少很少 好吗 好不好 没有必要背啊 第一个 关键干系人的所需参与程度 和当前参与程度 第二个 干系人变更的范围和影响 第三个 干系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潜在交叉 第四个呀 我们项目 我们呢 项目啊 目前呢 项目目前的干系人的沟通需求 还有呢 我们需要分发给干系人的一些信息啊 还有为什么要发这个信息的理由 还有呢 对我们干系人呢 可能有什么影响 还有呢 我们可能需要更新我们的干系人管理计划 好吗 好 新了呀 这么几个内容 你们下学之后 去稍微的读一下就行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干系人管理计划呀 也是反复的需要做更新的 新了 好 然后这个课本的呀 432页到433页 有这么一个呢 例子 一个表啊 你们能够看一眼 当然是最好 不看那也行吧 好吗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啊 12点5点4节 关于我们的管理干系人参与 那么管理干系人参与呢 其实啊 也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没有什么呀 要额止啊 就是按照这个计划来 做管理就行了 是不是呢 好 来 我们课本的呀 433页 最下面 好 来 看我们的PPT呀 PPT 这么这么四句话呀 我来读一下 你们就应该会了的 好吗 我来读 你们来看了 他说 管理干系人参与 就是依据干系人管理计划 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 与干系人进行日常的沟通和协作 以满足其需要与期望 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 并促进干系人合理参与项目活动的过程 是不是啊 好 OK呀 他说 管理干系人参与过程 其实就是实施干系人的管理 我们需要帮助项目经理提升来自干系人的支持 并把反对者的抵制成到最低 从而显著提高项目成功的机会 好 还有什么呀 通过管理干系人参与 不仅让干系人中的反对 不仅 不仅让干系人中的支持者 不仅让我们的支持者 清晰地理解项目的目的目标 收益和风险 以争取其支持 还要让我们的反对者降低敌意 从而提高项目成功的概率 好 还有啊 必要时还可以请干系人协助 指导项目活动和项目决策 好 还有第四个呀 他说 干系人对项目的影响能力 在开始啊 在我们的呀 前程阶段那 最大 还会慢慢的降低 是不是啊 因此呢 我们项目经理 负责调动 各干系人参与项目时 应该尽早开始 并让他们进行管理 必要时可以寻求项目发起人的帮助 以降低项目的风险和阻力 好 这四句话 我相信你们都应该 能够读得懂 好 我来做一个基本的解释 就是说 我们如果没有什么幺额子 就是按照计划来做执行就行了 那那么呢 如果你是这个呀 支持我们的 我们就需要提高 如果你是抵制我们的 我们就需要降低 然后呢 我们呢 因为干系人 对我们项目的影响是越来越小 我们需要尽早开始 对不对 好 行了 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输入 输入 我们有干系人管理计划 有沟通管理计划 这么两个呢 应该还好理解 还好理解 是不是啊 好 然后我们的变更日子啊 好 我个人建议 把变更日子 这个地方 可以多看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想不到啊 想不到 好吗 既然想不到 我们做我们的选择题 就可能不好去分析 所以说 多读一下 好吗 在我们的呀 这个地方 可能有一些变更情况 一些变更情况 我们需要呢 通过呀 这些变更情况呢 不 我们需要啊 我们需要把这些变更情况啊 做一些 沟通 做交流 好吗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啊 看课本的解释啊 他说 他说呀 变更日子 进入了项目期间 发生了变更 从变更日子里 可以发现一些 不需要管理的干系人 因此应该与呀 这些干系人 就这些变更 吸取对项目时间 进度和目前等的影响 进行沟通 是不是啊 我们需要跟 我们需要啊 沟通一下 我们变更的一些信息 好 这个地方可以去 把这个地方啊 这个名词 多看几遍 好 然后呢 然后啊 再看到我们的 435页啊 435页 关于我们的工具和技术啊 那么在我们这里啊 最前面呢 最前面 就是说 我们管理干系人 我们一般需要做 哪些事情呢 有我们的五个事情呢 五个 这五个呢 我们也是读一下就行了 就是说 你读了之后呢 便于你明白 我们管理干系人 到底需要干嘛 就行 好不好呢 并不重要 好不好 好 他说呀 我们呢 需要啊 调动啊 调动干系人 适时的参与项目 以获取他们 以获取和确认 他们对项目成功的持续承诺 还有 及时发解反对者的敌意 降低他们对项目的阻力 保证项目的持续开展 通过协商和沟通 管理干系人的期望 确保项目目标 还有处理 处理尚未成为问题的干系人关注点 预测干系人在未来可能提出的问题 需要尽早识别和讨论这些关注点呢 以便评估我们的风险 还有什么呢 澄清和解决 已识别出的问题 好 这么五课 已读一下就行了 好 然后我们呢 再看到课本的435页 我们的共同方法呀 这个方法呢 你们可以发现 和我们前面讲的呀 一模一样 当然很重要 是不是啊 好 但是我们就不再重复的讲了呀 必须会 好 然后还有什么呀 人际关系技能 以及我们的呀 管理技能 这一块呢 我们建议都没有必要看了 没有必要看 好 先呢 不管它呢 然后看到我们的输出 输出啊 有一个问题的字啊 问题的字 好吗 好 如果呀 我是出席人的话 我这个地方肯定会坑你们 好吗 你看呢 这我们的呀 输入是变更的字 输出是问题的字 好吗 在我们这里呀 有什么问题 要做一个记录啊 好吗 好 请把输入是什么 输出是什么 你们会不会搞混呢 会不会搞混呢 对不对 好 好不好 把这里呀 特别的记一下 好吗 好 别的就没有必要看了呀 没有必要看了 好 然后再看到我们课本的12点 2.5节呀 关于我们的控制干系人的参与 这应该也很好理解 是不是啊 就是做我们的监控 在我们的整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实时观察 计划和实际的偏差 我们要全面的监督 项目干系人之间的关系 有问题的时候 要能够做一个解决 好 行了呀 然后呢 这个2啊 他说 我们在项目生命周期中 应该对干系人参与 进行持续的控制 并随着项目进展和环境变化 维持并提升干系人参与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就是说呢 他能够最好啊 最好吗 他能够更加优化一些 对不对 好 这个意思 好 然后关于我们的输入 这个输入呢 你们其实可以发现了 也是问题遇知 你们需要稍微的看一下 别的都是一样的 没有必要学呢 好 工具和技术呢 你们也应该可以发现 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 好吗 按过这个输出呢 你们也应该可以发现 没有什么好看的 这不是啊 这都是我们的总结 是不是啊 好 行了呀 请把这个问题一个字 关注一下 别的 算了 好 然后关于课本内容 我们就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次的几个题目 好吗 好 来 看题目吧 你们看 我先休息一下下 好吗 好 你们先看一下吧 把这四题啊 都做一下 好吗 把这四个题目都做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我呀 我不是黄刚的 不是的 但是我看新闻了 我看新闻了 好 好 第一题啊 第一题选什么呢 一个优秀的项目团队的行程 一般需要经过五个阶段 按照顺序 分别是什么呢 行程 震荡 规范 发挥和结束 应该是A 好 第二题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什么容易增加冲突发生的概率 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一个常识题目 当然与课本也是有点关系的 有人说 默写需要按照顺序吗 看你是默写什么内容 懂得没有 就比如说 默写我们的呀 第一题 这个地方就需要按照顺序 如果说默写 冲突有什么办法 就不需要按照顺序 是不是的呀 好 第二题啊 应该呀很简单 是不是呢 C 好 引入新技术 第三题 人力资源管理计划中 一般没有什么 好 这个题目 来这样子吧 来 第三题 你们是靠背 还是靠分析理解 你们告诉我 靠理解 是不是 很好 很好啊 很好 你看这 什么是绩效报告啊 什么绩效数据呀 绩效信息呀 绩效报告啊 都是我们这样 某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项目的 当前的一些信息 计划是什么 计划是计划呢 是计划呢 是不是呢 一个是实际 一个是计划呢 肯定没有 肯定答应是B了呀 是不是呢 好 OK呀 第四题 以下关于编制 人力资源计划的工具 和技术的 推出中 什么是不正确的 我特别讲过这个题目 特别讲过的 每个工作包可以分配多人负责 注意啊 每个工作包可能有很多人参与 但是负责人只有一个呀 有一个 好吗 好 第五题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对项目团队的管理 随着远程通讯方式的快速发展 虚拟团队成为了项目管理的方式 作为项目经理 很想管理好虚拟团队 采用什么方式 更加合适 好 这个题目我要告诉的是什么呢 ABCD都对 听好了呀 ABCD都对 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是单选题 只可以选一个 那么你们就分析一下 我们这个题目应该选什么好一些 我们需要什么呀 对于我们的虚拟团队 我们需要多沟通 多交流 多观察 那么有人说 老师怎么观察呢 怎么观察呢 是不是 装摄像头 装摄像头 就可以观察了 好吗 好 OK呀 好 这个题目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ABCD都可以 不要和我抬杠 说老师 A也行 B也行 谁也行 都对 我知道吧 我知道都行 好吗 但是我们需要结合这个语境 结合呢 虚拟团队 我们还是呢 就是说呢 是不是啊 来这样子吧 你们把书啊 翻到390面了 把书翻到390面 把书翻到390面了 390面的黑体之一啊 黑体之一 观察和交谈 最后两行 看是不是原文 他说着 如果是虚拟团队 这要求项目管理团队 进行更加主动的 积极的沟通 是不是啊 是的吧 好不好 好 第六题啊 第六题呢 你们应该可以发现了 第六题 其实ABCD也都对 你们告诉我 对不对 编写人力资源管理计划 需要与编写什么计划 紧密相连 肯定需要与质量啊 与风险啊 与财购啊 肯定对啊 肯定是的呀 对不对 都对呀 但是什么呢 选一个 是不是啊 人啊 沟通啊 注意啊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就需要沟通 是不是的呀 行的呀 第七题 这应该是课本的原文啊 我们团队支撑员之间 发生争执 互相指责 怀疑项目经理的能力 选什么呢 是不是啊 选什么呀 好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选什么呀 我都选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如果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要问我 看书去 你也要举一反 举一反五 也就举一反四啊 举一反四啊 举一反四啊 好不好 举一反四啊 好 来 这样子吧 我们呢 今天呢 本节课 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就停止录制了 我们可以呢 再交流啊 五分钟 六分钟 好吗 好 我先管哪样录制了啊